Find the volume of the solid generated by revolving the region enclosed by curves 这个curve是y等于x的三次方 y等于0 y等于0就是x轴 还有x等于2 它叫我们把它对y轴旋转 这一题 你的图形如果画出来 它长得像这个样子 它长得像这样子 这个图 y等于x的三次方 是这一条曲线 那么x等于2是这一条垂直线 那y等于0是x轴 所以它表现出来就是这一块灰色区域 那把这个区域是绕y轴旋转 不是绕x轴 所以同学这一题 我们使用这个波可法会比较容易一点 波可法它的公式 就是这个旋转体积 就是由a积分到b 那对什么积分呢 对这个2πx就是旋转半径 那乘以y y就是这个高度 然后再对这个厚度下去做积分 那这个积分出来呢 就是这个灰色区域 绕y轴旋转的体积 那以这一题来讲的话呢 这个整块区域它积分的上下线 因为y等于0 y等于0呢 x也等于0 那另外呢 上线呢 它这边已经告诉我们 就是2 所以呢 我们这边积分就是从0到2下去做积分 那对什么呢 对2πx乘以y y呢 就是高度 这整块区域呢 任意一点x 决定以后 它的高度就是x的三次放 所以把y呢 带x的三次放 然后下去呢 对x积分 那么这个积分出来就是体积了 积分呢 2π超下来 这个1次乘以13次 就是x的四次哦 四次方积分呢 就变成五次了哦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积分的结果呢 就是这样子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上线带下去哦 2带下去就是32 5分之32乘以2呢 就是5分之64π 5分之64π 那下线带下去得到0了哦 所以这一题的这个 最后它所旋转出来的这个面积 体积哦 旋转出来这个体积就是5分之64π 5分之64π 那这是第一种哦 第一种方法哦 第一种方法 接下来呢 这个档案第二个单元哦 就是呢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法来做这个题目哦 另外一种方法来做这个题目 那这个方法呢 它是这样子哦 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打算哦 使用这个公式哦 就是这个V哦 我们现在它对Y轴旋转哦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呢 πx平方哦 对Y下去做积分哦 对Y下去做积分 那么你要使用这个公式哦 首先呢就是呢 我们看它这整块区域哦 最底下呢 就是Y等于0了哦 这个没有问题哦 那么 就这一条线哦 Y等于0 那这整块区域最上面哦 这里呢 到底是到哪里哦 这个要下去把它解一下哦 那怎么解呢 首先呢就是呢 从这边出发哦 这个Y等于X的三次方哦 绕Y轴旋转的时候哦 你必须要把函数哦 表现成Y函数哦 所以呢 这个Y等于X的三次方哦 表现成Y转数呢 它就是X就等于Y的三分之一次方哦 好 Y的三分之一次方 那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 这两条线哦 一条是Y X哦 等于Y的三分之一次方 另外一条线呢 是X等于2哦 你下去把它连立起来哦 连立起来呢 Y的三分之一次方 它就等于2哦 这个X等于X哦 好 这个X等于X 那所以呢 Y的三分之一次方等于2 所以两边同时三次方哦 Y就是8哦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点哦 它的这个Y的高度哦 就是8哦 哦 这是8 那换句话说呢 我们这个做积分的时候哦 它的上下线呢 就是从0到8哦 0到8 然后呢 把它对πX平方下去做积分 那这个X平方是这样子哦 就这整块区域哦 你随便固定一个Y之后哦 它的这个Y的这个范围哦 它是从哪里到哪里呢 从这个2到 这个Y的三分之一次方哦 所以呢 我们在做积分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 把这两个呢 下去相减哦 首先就是呢 把这个2哦 平方哦 再减掉呢 这个Y的三分之一次方哦 它的平方 就是Y的三分之二次方哦 把它做积分哦 把这个式子呢 下去做积分 那么 这个式子呢 你把它积分之后哦 把它积分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 这个 π哦 乘以呢 2平方 就是4哦 4对Y积分 就是4Y哦 减掉呢 这个 呃 Y的 哦 减掉Y的三分之二次方哦 你给它积分以后呢 就变成Y的三分之五次方哦 前面调整一个五分之三 这个系数哦 那刹下线是0到8哦 刹下线0到8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这个上线带下去哦 上线带下去呢 8带下去是32哦 减掉第二项呢 这个8哦 8的三分之五次方哦 我们把它运算到这里来哦 这个 8的三分之五次方 8就是2的三次方 哦 然后你再给它三分之五次方 哦 所以三次方再三分之五次方 就是2的五次方哦 哦 所以 我们这边呢 就变成五分之二哦 乘以呢 2的五次哦 就是32哦 就32 这是上线带入哦 减掉下线0带下去 所以统统都变0了哦 所以呢 这边呢 实际上就是π乘上哦 这个 呃 五分之三十二哦 好 五分之三十二乘以五哦 再减掉呢 这个二乘以三十二哦 好 所以同分以后呢 我们就得到呢 它变成五分之 呃 三十二是公因数哦 你可以把它提出来 就三十二乘以三哦 三十二乘以三哦 所以它就变成π乘上了 五分之三十二哦 变成五分之 三十二乘以二哦 这边是五分之三哦 对不起哦 好 所以是五乘三哦 五减三就变二哦 二乘三十哦 就变成六十四哦 所以这最后呢 我们得到运算之后 它就变成五分之六十四π 哦 五分之六十四π 那同学这边是使用两种不一样的方法哦 不过你在做的时候呢 虽然公式写出来像这个样子哦 但是因为它这边呢 它是两条线所夹哦 所夹的这个区域面积 所以你必须呢 把这个上面这一条线哦 它旋转一圈绕的体积 剪掉下面这一条线哦 旋转一圈绕的体积哦 那这里表达出来是变成像这样子哦